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皮肤科的老医生,今年已经七多岁了,面色依然红润光泽,没有任何的斑点,也没有痘痘,也没有皱纹,皮肤细嫩,像三个位的小女孩一样,特别的好看。 医生的养生秘诀,见识得到代茶饮,补气血,美容猪眼,滋养我们的皮肤,而且能够健脾、养胃、暖肝,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,作用真的是特别的广泛。 今天给大家详细地说一说,这道美容般的好处。 玫瑰属于离气药物的一种,性味为微苦,归属于脾经,具有形气节育,活血止痛的功效。 玫瑰花对于女性来说,具有美容养人的功效,可以消炎,润喉,可以有效地调节气血,去除皮肤的黑斑,能够起到清除疲劳,改善体质消化, 消除脂肪,能够疏肝解育,治疗月经不调,以及低大损伤的患者。 经常使用玫瑰花可以镇静,安抚的作用,对抗抑郁都有很好的效果,也用于调和浮躁。 玫瑰花茶能够起到调节内分泌失调的功效,对于消除疲劳,以及伤口愈合都有帮助。 玫瑰花茶对治疗痛经,月经不调,食欲不佳,都有帮助。 玫瑰花茶还能够软化血管,降低血压,清凉解毒,能够抑制细菌生长,防止感染的。 我们再准够构,构构是非常好的滋养加品,构构含有丰富的构极多糖,呼噜波素,维生素E,心,黄筒类抗氧化物质,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。 构构可以抗氧化机过氧化,减轻自有机过氧化的损伤,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,延长寿命。 构构本身腥味甘凭,中医认为具有滋补甘肾,易经瞑目,以及养血的功效,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 对现代人来说,构构功效可以抗疲劳,降低血压,构构能够饱肝,将血淘,软化血管,降低血中的胆固醇,看有三指的水平,对脂肪肝,糖尿病患者都很好的功效。 根据临床医学的验证,构构能够治疗,慢性肝肾酸炎,构极多糖,对肝损伤,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山楂还有一种叫做肚极速的化合物,具有抗癌的作用,治疗痛经,月经不挑,中医认为山楂有活血化育的作用,是血淤情痛经患者的食疗佳品。 山楂含有的维生素C,胡萝卜素等物质,能够阻断并减少自由基的生成,增强体的棉能力。 山楂可以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,增加心肌输量量,扩张冠状动脉血管,增加冠状血流量,降低心肌耗氧量等,起到强心预防心脚痛的作用。 山楂具有活血化育的作用,是血淤,山楂是血淤型痛经患者的食疗佳品。 山楂含有多种的有机酸,口服之后可以增加胃液的酸度,提高胃蛋白的活性,促进蛋白质的脂肪消化。 山楂对于大肠HR菌,金色葡萄球菌,都有很好的抗菌作用的。 再准备红枣,红枣含有蛋白质,维生素,胡萝卜素,铭,钠,红枣含有的葡萄糖,果糖,遮糖,低聚糖,阿拉伯聚糖, 维生素,能够增强体质,还可以提高人体的抗过敏的能力。 红枣中含有的黄酮霜,葡萄糖A成分,具有镇静的作用,可以促进睡眠,降低血压。 红枣富含的卵磷酸腺肝,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必要物质,可以增强记忆力,消除疲劳,可以扩张血管,增加心肌收缩力。 改善心肌营养大,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有好处。 红枣具有补气、抑血、安神、健脾和胃的功效,是脾胃虚弱、气血不足、胎卷无力、 睡眠良好的保健食品。 红枣是一种天然的护肤产品,长期吃红枣,可以养生、健美、补气、养血。 一样要的是比较高达。 下面,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,加入清水,中小火慢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起来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动手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主好,我们晾凉一会儿,大约三样度的时候,加入一勺蜂蜜,搅拌均匀就可以喝辣。 蜂蜜可以很好的润肠通便,缓解便秘。 蜂蜜水能够美容养颜大,又能够增加新型代谢, 有助于排出速变,加快体内的垃圾毒素排出,能够缓解便秘。 蜂蜜对于睡眠,有特别好的促进作用。 睡眠不好的人,睡觉之前喝上一小碗蜂蜜水,能够调节神经,养生安眠。 蜂蜜含有丰富的葡萄糖,维生素,钙及铁物质,可以刺音补肾,滋养神经系统混乱,为大脑神经元提供能量,使人更快的入梦。 蜂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果糖,氨基酸,矿物质,酶类,维生素,有益身体的健康。 煮好的茶水,我们可以每天喝,等到茶来喝。 喝上一段时间,你会发现,自己的气血充足,脸色红润有光泽,不长疤也不长痘,而且能够延缓衰老, 生物的气血充足,整个人特别的年轻,有气质,老公天天夸你,特别的漂亮,越越迷人了,脸蛋红润光泽。 这是一位老医生养生味觉方法,长生不老的方法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 好,我家人朋友们,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